超市之前祭出了滿額活動 只要達到了一定的消費金額 就會送你漫威系列的公仔 可是推出之後呢 是負貧如潮 現在有很多人拿到了不滿意之後 都會向櫃檯來反映來回收 甚至呢 向店家還出現了回收的公仔箱 不只客人拿到三條線 店員被問到也心很累 只不過這回收箱啊 目前也不是每間門市都有 這公仔到底有多另類 嗯 我覺得上色可以再細緻一點 小姐抽中的是星爵 認為上色部分之外 別太計較 這顏值還算過關 連有人給了好多次機會 拿到不少英雄公仔慘不忍睹 花了兩億 我覺得你講可能反向行銷 或許會有人就是 他真的太醜了 你看這個黑寡婦 我不覺得黑寡婦看到 他們會高興 不少民眾分享到手拆箱結果 向著奇異博士鋼鐵人 兩大漫威英雄 遠看還行拉近看 還是遠觀就好 瞧著奇異博士雙眸 其中一顆還長到了鼻子上 民眾形容 像英雄臉被揍歪 吃敗仗 可是因為整體而言 他沒有顏色上面的區分 所以你很難去判斷 他到底是哪一隻英雄 對此超市回應 工廠製作多少有瑕疵 有一律可恰克服 專人確認後可換心 但也有民眾認為 這公仔很特別 值得留作紀念 因為其實他是正版的嘛 然後因為其實正版做這麼仇 也是有點收藏價值 我是覺得就 他有他自己的可愛之處 仇到極致就是美 凡鄉效果也讓超市聯名漫威公仔 受到更高關注 TVBS新聞 徐國漢 吳宣彤 泰報道 想擴大國際視野 掌握趨勢 請訂閱 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YouTube頻道 TVBS 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